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您看到一枚漂亮的戒指 千萬不要急得昏頭 就馬上往手上戴 因為新竹這位高中的男學生 他因為這個戒指尺寸太小 但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直接往手指頭塞 結果戒指真的就卡住了 而巧合的事 其實這位高中生才在買戒指的當天 剛好看見類似鋼戒 卡在手指上頭的新聞 沒有想到自己反而成了新聞的主角 好險有消防人員拿工具拒開戒指 結束這場驚魂集 高中生的手指頭腫得像條甜不辣 消防人員用鉗子撐開戒指的邊緣 再用鋸子小心翼翼的來回磨 好不容易終於把戒指給鋸斷了 想要拔下來的時候 然後就拔不下來 然後在吃中飯的時候就整個中心 戒指緊卡在右手無名紙上 他用盡辦法拔也拔不出來 只好找上消防人員來幫忙 手指頭又紅又腫 但這名高中生不但沒有喊痛 反而是怕這個消息傳了出去 面子掛不住 還好我不住主動 為什麼 不然到時候就會有很多人知道 好消息總是傳不出去 壞消息總是傳很快的 消防人員小心地用鋸子磨著戒指 就怕一個不注意傷到高中生 過程中高中生還笑說 前幾天在電視上有看見類似的新聞 沒想到今天竟然成了新聞的主角 我記得我買這個戒指那天 然後新聞上有就是有一個男生 然後也是戴鋼戒 然後卡然後住了兩個小時 終於將戒指平安地從高中生手上拿下來 冰敷著紅腫的手指頭 多虧消防人員的幫忙 才讓這名高中生免於截肢的傷害 結束這場戒指金魂祭 中天新聞何孟謙 劉一鈞新竹采訪報導